大熊本想用真茶卫星做好事 却忍不住偷窥了静香的私生活 虽然成功阻止了胖虎开演唱会 却意外被小伙伴们当成了偷窥狂 话说小夫搞恶作剧 故意用球棒按别人家门铃 之后赶紧溜之大吉 让主人家白跑一趟 他已经连续好几天这样做了 殊不知人在坐天在看 小夫的行为被拍了下来 别看他现在洋洋得意 估计一会儿就笑不出来了 恶作剧的瞬间被打印成了照片 大熊和蓝胖子要替天行道 正得意的小夫被大熊叫住了 说他按别人家门铃恶作巨师犯罪 这种行为给大婶带来了困扰 小夫当然不会承认是自己做的 结果大熊亮出了证据 小夫当时就震惊了 证据确凿不得不承认 大熊忍不住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多亏了蓝胖子的神奇道具 原来这个道具叫侦察卫星套装 在地球周围有人造卫星围着转 其中有一种搭载了照相机 可以观察地面上的情况 观察人的一举一动 捕捉到的影像可以从监视器看到 大熊想给其他人也放上侦察卫星 可蓝胖子不同意 怎能无缘无故监视别人的生活呢 蓝胖子正往外走呢 侦察卫星套装却到了大熊手里 原来他偷偷系上了钓鱼线 大熊还真是了解蓝胖子 监视器里装了很多侦察卫星 大熊这下可以为所欲为了 但他并不是想做坏事 而是想帮助那些有危险的朋友 胖虎正在空地练习唱歌 这一幕被大熊偷偷看到了 胖虎算是危险人物了 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很有必要 大熊放出了侦察卫星 很快就围着胖虎转了起来 这说明侦察卫星步入正轨了 胖虎看到大熊后愣住了 大熊赶紧说没什么就跑了 接着他来到了未来媳妇靖香家 也偷偷放了一颗侦察卫星监视他 大熊真是闲得没事干 很多小伙伴都被他监视了 别人的隐私生活都被他看光了 这天小胖正在路上走着 结果低头看到了一个钱包 打开一看里面还有钱呢 忽然有个人说应该送到派出所 抬头一看竟然是大熊 大熊的突然出现把小胖都吓坏了 做完好事心情都感觉舒畅了 大熊很是得意 意外看到蓝胖子和小咪正在约会 大熊又拿出一颗侦察卫星放飞了 回家打开监视器 大熊要看未来媳妇在干嘛 靖香说自己有点胖了 可大熊眼里的靖香最漂亮 于是二话不说就给靖香打电话 说靖香一点都不胖 听完这话靖香震惊了 顿时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大熊接着看正在唱歌的胖虎 胖虎唱完说明天正式演出 大熊顿时慌了 明天正好是周日 胖虎要开整整一天的演唱会 他以为小伙伴们肯定会感动哭的 殊不知那是大家最怕的噩梦 大熊慌慌张张跑下了楼 听胖虎唱一天恐怕要死人的 蓝胖子和小咪正在聊天 大熊过来想喊他却后悔了 因为这样会暴露侦察卫星的事 于是大熊想找小伙伴们商量对策 结果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小夫认为是大熊借了蓝胖子的道具 然后偷窥了大家的私生活 大熊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生气 殊不知自己惹中怒了 大熊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回家继续监视胖虎 胖虎竟然想卖自己的签名 还替大家啄 想卖便宜点 大熊感觉自己无能为力 貌似只能找蓝胖子了 可侦察卫星竟然没有拍到蓝胖子 只看到了他的情人小咪 正在这时蓝胖子回来了 看到道具后就生气了 大熊想告诉他胖虎的是 蓝胖子却根本不想听 忽然听到了小咪的叫声 蓝胖子一看监视器 竟然看到小咪遇到危险了 二话不说就飞出去救他了 大熊这才发现 侦察卫星监视了小咪 恶狗对着小咪呲牙咧嘴 小咪吓得四条腿直打哆嗦 这时蓝胖子从天而降 大喊让恶狗走开 大狗起初并不退让 可看到蓝胖子坚定的眼神 也只能作罢转身离去 蓝胖子终于松了一口气 小咪对他表示了感谢 蓝胖子说自己会一直守护他 大熊看到了这温馨的一幕 蓝胖子回来后 大熊重复了这句话 把蓝胖子都搞得脸红了 大熊说这次多亏了自己 蓝胖子也感觉大熊这次有功 但也提醒他不能随便使用 忽然听到胖虎说好了 这才想起来演唱会的是 胖虎把门票都印好了 想着快点去分发给大家 蓝胖子提议暂时离开这个地方 紧接着拿出了任意门 他感觉逃到南极肯定没问题 结果回头发现大熊发愣了 蓝胖子督促大熊快点 大熊却说抛弃朋友太自私了 说完这话就跑了回去 无奈的蓝胖子也回来了 结果看到监视器里的一幕 胖虎为了继续开演唱会 既然骗老妈说腿疼不能跑腿 大熊感觉胖虎装病是个机会 老妈走后胖虎拿着门票偷偷出门了 小伙伴们正在商量监视大熊 胖虎拐弯就看到了小伙伴 这一下不用一家一家跑了 胖虎大喊自己有个好消息 这时有个声音在耳边响起 让胖虎停止开演唱会 胖虎一听让搞恶作剧的人出来 大熊说如果只要开演唱会 就把他撒谎的是告诉虎妈 忽然一张照片落在脚下 胖虎一看就怒了 可他并不害怕 捡起来直接撕碎了 一张照片可拦不住他 结果更多的照片落了下来 胖虎脸都气红了 迫于对虎妈的压力 最终放弃了开演唱会 大熊和蓝胖子阻止了一场灾难 小伙伴们还在议论大熊 结果看到大熊朝他们跑了过来 突然的出现让小伙伴们 以为大熊就是在监视他们 大熊一听这话都哭了 只言小伙伴们忘恩负义 大家说他做的到底对不对呢